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迪维却将中国最精锐之驻印军远征军投入缅甸战场 在付出巨大牺牲后 盟军终于收复缅北 实现了中印公路及史迪维公路的通车 事实上 这条被誉为抗日声令线的公路 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 甚至可以说 修筑史迪维公路使得不偿失 抗战爆发后 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 史迪维公路成为中国获得盟国援助的唯一通道 为保持对外交通 早在1940年秋 国民政府就建议开辟一条通往印度洋的道路 但开工时间一拖再拖 这1942年5月 日军占领缅甸 中印公路的勘测被迫终止 对于开工中印公路的问题 盟军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 史迪维力主修路 陈纳德则对蒋介石说 史迪比致力于驻印军的训练 即便打开中印通路 亦需时甚久 要在1945年后 史能运入物资 而当时太平洋与中国战区之战争将迅速发展 史迪维锁链之陆军孔缓不积极 因此陈纳德建议 加强中印航运吨位较为箭实 如中印航运每月保持一万吨运数量 则可以宛足中国战区的补给 现美元物资在印度堆积甚多 不压强阿萨姆飞机场 中印边界的飞机场 中印航运增至一万吨 则毫无问题 依丘吉尔的意见 同陈纳德不谋而合 1943年5月 丘吉尔告诉宋子文 中印公路开通后 每月最多也只能运送两万吨物资 因此在他看来 江陀峰航线的运输量增加到三万吨才更适合实际 二 美国军方在经过评估后 也对修筑中印公路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作战科主张 只把缅甸通往云南的小路加以整修 使炮兵与卡车能够通过就足够了 美国空军则表示 向中国输送租借负资的任务 完全可以由驼峰航线承担 三 美国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南部渔迈 史迪威不顾反对 修筑成中印公路 但其总用量上不及空运一个月以上 这些反对意见都没有动摇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的决心 中印公路从1942年12月动工 到1945年1月最后开通 期间美国前后投入了1.7万名工作人员 花费1.49亿美元 使用中国 印度 缅甸 尼泊尔劳工12万余人 自因为在驻陆过程中 各国人员克服了当地恶劣的地理 气候条件 而使中印公路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之城 只是这个工程学上的奇迹 并没能给中国抗战带来真正的帮助 从1945年2月至7月 中印公路的货物运量分别为1,111吨 1,509吨 4,198吨 8,435吨 6,985吨 5,900吨 总计2.8万吨 这个数字显然于使迪威在驻陆之初 预计的每月3万吨相去甚远 吴史迪威对中印公路寄予厚望 源于他对驼峰航线的不信任 他在1943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说 中国的机场很不错 而印度的机场却很糟糕 中印间的空运量从未超过3400吨 而且他认为以后也不会超过7000吨 又让使迪威意外的是 驼峰航线的运量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不断增加 仅当年11月就为中国输送了3.5万吨物资 中印公路开通后 驼峰航线的运量依旧不断攀升 1945年1月为4.4万吨 6月增加到5.5万吨 7月更达到7.1万吨的顶峰 7对于空运数量的增加 有人将之归功于史迪威 在他们看来 史迪威收复缅北 不仅始终印航运免于日积干扰 还缩短了驼峰航线的里程 这个说法不然是成立的 但忽略了两点事实 第一 违驼峰航线速清敌机 不在史迪威发动缅北之战的战略目标之内 属于意外收获 第二 如果要为驼峰航线清扫空路 收复缅北即可 耗费人力 物力修筑中印公路是没有必要的 更何况 即便没有速清缅北 驼峰航线的运量同样可以增长 美国陆军航空队当时预计 如果增加150架C54运输机 968名军官与4326名是官兵 每个月的空运量可以达到8万吨 正如学者其牺牲假设的那样 若从1942年开始 美国就决定把同样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在改善空运工作方面 得到的成绩是否将大得多 八奖届时未改善与史迪威的个人关系 以纪念其功绩之名义 江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但其实正如近几期短史迹所说 无论是史迪威本人 还是其主持修筑的史迪威公路 都没有为中国抗战提供实际的注意 史迪威公路上运输物资的卡车 主、是、一度见识 抗日战争时期奖美勾结与矛盾 文史资料选集 第57集 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 第二百页 二三五七八其牺牲 剑马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 1941到1945年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第481到485页 司马建国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 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 第三百二十七页 六、吴景平 林孝廷主编 战时岁月 宋子文与外国人是往来函电搞新编 1940到1943年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一百四十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